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我们开始画苍蝇的腹部 苍蝇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说 苍蝇喜欢吃甜的东西 而且吃的东西的范围很广 包括鸡翅花粉 它也可以像蜜蜂一样 帮着花粉传播花粉 但是它也对粪便等多的腐蚀 辣的鱼 气味比较大的东西特别感兴趣 再一个就是苍蝇 为什么令人讨厌呢 它吃的快 排泄也快 所以说好多人一看到苍蝇就比较恶心 但是它有这个特点以后 苍蝇有一大特点是苍蝇不容易得病 因为它的消化太快了 基本上10秒左右 它就能把它的食物消化掉 若在细菌病毒很难在它的体内存活和繁殖 苍蝇一般不容易得病 这也是它生命力这么顽强 随处可见 一大特点 今天我们画苍蝇 我们先画它的腹部 头部 还有胸部 画好以后 因为苍蝇的翅膀是透明的 如果我们先画苍蝇的翅膀 后面的背景色就不是很好画 所以我们画完头部 胸部 腹部以后 我们来画下面的底色 我们画一个树叶的底色 所以用绿色 这时候我们涂大面积背景色的时候 我们都会用这个粗的油发棒来涂 其实这个绿豆营 如果单从色上来看 我觉得它可能比蜜蜂还要看 因为它有很明显的金属光泽 它这个身上 然后绿的放金色 绿的它这个金属色之后 外面还放了金色 现在我画它的翅膀 它翅膀是透明的 所以说我们只画它翅膀当中的这个纹路 它这个纹路大家仔细看 它和树叶不太一样 树叶是从一个点分成两个点 但是以后呢 就很多这个结构啊 它不再这个交叉 苍蝇这个还有很多蜜蜂的就是说 它分出一个叉 然后呢 在远端呢 它会连接上啊 这个是小朋友 仔细观察蜜蜂啊 苍蝇的这个这个翅膀的构造 来我们画这个苍蝇的这个六条腿啊 因为这个视角的关系 我们只能画三条 它这个昆虫的腿就是一节一节 尤其到第三节的部分 它分好多节啊 大家可以自己画 如果在画的时候 也注意一定的停顿 这样的有那种节的感觉 再一个呢 苍蝇还有一个很令人讨厌的 就是它身上长了好多毛 因为这个黑的苍蝇的时候 灰色的苍蝇的时候 不觉得啊 还黑乎乎的一片 其实你看这种这个绿营啊 我们所说的绿豆营 它实际上就能看到很稀的 这个一根根的这个毛发 看着确实不是让人很舒服 现在然后我们在这个翅膀上 涂上灰色和金色 这样呢 我们有一个这个 它这个翅膀 因为它很亮的翅膀 在我们用白色涂上一些高光 显得这个翅膀的亮度 好了 这个苍蝇呢 我们就画好了 是不是 不知道你是看了这苍蝇什么感觉啊 我觉得至少画的还是不错的 好了 这节课就到这里 转发是您对我最大的鼓励 同学们再见 第四个部分 我们可以来临旺 下这个部分 谢谢大家 我们再看 对我们去修行 我们可以去修行 吧 这个部分